哥林多教会会众的经济状况 通过上面的介绍 相信读者已经对教会初期的情况 哥林多城的社会背景和哥林多教会的背景 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 哥林多教会会众的经济状况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它可以帮助读者更清楚地明白 为何当初保罗要采取支帐篷为生来源的部分原因 圣经记载 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会众的评价是有智慧 有能力及有尊贵的不多 参看哥林多前书一26-27 大部分会众是软弱的 卑贱的和贫穷的 参看哥林多前书一28-29 大部分的会众可能都是属于草根阶层 来自城中的贫穷大众 学者费里森 Steven J. Freason 将罗马帝国的贫穷级别 粗略地分成七个级别 贫穷尺度 Poverty Scale 一至三级 是属于富有的精英分子 如罗马参议院中人的家庭成员 王族成员 省级官员等等 贫穷尺度四级 是属于稍有剩余资源的人 如商人 从事贸易的人 自由人 能雇佣别人的工价 及退伍军人等 贫穷尺度五至六级 属于只能维持生活水平的人 如一般受雇的人士 农民家庭 及劳动工人 贫穷尺度七级 是那些贫穷线以下的人 如没有人照顾的寡妇 孤儿 乞丐 极有残疾的 弗里森研究得出的结论是 保罗所建立的教会的信徒 大部分是在能维持生活水平阶层的人 即贫穷尺度五至六级的阶层 即贵成员属于稍有剩余资源 即贫穷尺度四级阶层 而超级富裕的精英分子 即属于贫穷尺度一至三级的阶层的 则少之又少 然而保罗虽说 哥林多教会的成员尊贵的和有能力的不多 这并不表示一个也没有 其实信徒当中 也有些是来自社会的中上阶层 甚至有极少数是非负责贵的人